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代表新的细胞生长所需要的材料缺乏 造成新的细胞没有办法及时的生长出来 什么叫做衰老 衰老就是大批的细胞死完 没有新的细胞长出来 于是这里的细胞松弛了 然后慢慢就起皱纹了 衰老就是指这里的细胞慢慢的死完了 一批又一批没有新的细胞来更新 或者新的细胞更新的速度太慢 于是慢慢这里的细胞连接的不紧密 所以你在捏着你的肌肉的时候是松的 当然你可能对肌肉有一点认识 但是你对血管可能没有认识 你对骨骼可能没有认识 你对神经可能也没有认识 当你神经细胞死完 当你的血管的细胞不断的死完 当你骨骼的细胞不断的死完 其实你每个组织都会变得松弛 你的血管松弛 就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关键问题 你的骨骼松弛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骨质疏松 所谓骨质疏松不是缺钙还是缺蛋白质 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办法进行很好的形成代谢 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明白 疾病不可怕 对疾病的认知才是最可怕的 如果我们没有去留意那一些各种伤害 没有留意如何帮助身体进行正常的形成代谢 帮助身体提供有益的养分 那么身体每时每刻都在遭受伤害 伤害到了胃就叫做胃病 伤害到了肝就叫做肝占疾病 伤害到了肾就叫做肾占疾病 那么实际上不管伤害到哪里 其实说到底都是因为身体缺乏足够的养分来进行修补 另外你没有去意识到如何减少身体的各种伤害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需要帮助在座所有的朋友 能够重新的去看待疾病 从此以后对肺腹健康充满信心 因为在我看来 人体具备修复自己每一个部位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肝占是由我们身体展出来的 由它设计的 由它制造的 由它安装的 我绝对相信它有这个能力 既然能够制造 当然也能够去修 我相信大众汽车会制造汽车 也一定会修车 一定比其他的汽车修理工修的好 因为这辆车是由它制造的 由它设计的 用的是什么材料 什么方式连接的 连接的条件是什么 只有制造它的人才真正清楚 同样 你的身体也是一样 你的每一根血管 每一块肌肉 每一块骨骼 都是由你的身体来设计和安装的 用的是什么材料 材料是如何连接的 用的量是多少 也只有你的身体才是真正知道的 所以真正的医生 其实就是每个人的身体 同样的 为什么过去有很多的慢性疾病 在医院里面那么难以调好 我认为我们走错路了 因为去治那个病是困难的 打个比方 不要谈慢性的糖尿病 癌症 高血压 我们先谈另外一个最小的损伤 比如说 现在我轻轻的打了一下自己 当我打了时候 我这里有没有受到损伤 有 我捏一下自己呢 也有 我捏出了个指甲印 我想问你 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一种药物 可以治好我这个指甲印呢 我相信这个指甲印 以及这块红色的 受损的这个皮肤 比起慢性的糖尿病 高血压 冠心病 红邦蓝仓 那一些 严重的疾病来讲 这是最小的病 对吗 对 可是据我所知呢 我相信没有一个医生 能够帮我把这个病治好 这个指甲印 无论他用什么药 用上什么方法 我相信他都治不好 说真的 如果这么小的疾病都治不好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这么小的疾病都治不好 那那些积累了二三十年的病 又怎么可能治好呢 那些损伤比这个可是大多了 而且累积的时间很长 所以病本身 如果要治 我认为真的是治不好 但是打过来讲 难道我这个指甲印 就是不治之症吗 我这么快就放了一个 不治之症吗 这个肯定 我认为肯定不是 因为 医院治不好的病 医生治不好的病 不代表不治之症 只代表医院 医生 药物 手术 治不好 只代表 这种技术 治不好 不代表 你不会变好 对于这样的一个受损的组织来讲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给对了营养 再给一些时间 它就会逐渐变好 对吗 对 如果这么小的毛病会好 很简单 那些大的毛病 就是有很多小的毛病所累积的 只要我们能够让身体 不管你生的是什么病 我让你每一天好一点点 每一天好一点点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累积 你也可以逐渐的恢复健康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是要治病呢 还是要恢复健康 治病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要把受损的部分 把它治好 你不可能的 因为受到损伤 代表身体细胞死亡 对吗 细胞死亡 各位 有没有可能把死亡的细胞 给自活了呢 所以如果谈治病 等于是在谈 要把死亡的细胞自活了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能够把死亡的细胞 自活了 我们就根本不用怕死了 但是 如果我们只是要恢复健康 我们并不需要去把那些 受损的组织治好 我们只需要让新的健康的组织 展出来替换旧的组织就可以了 我相信这是整个医学 未来新的天空 我相信这会给所有慢性疾病的人 带来一个崭新的未来 我相信会让很多的人 从原来的在疾病当中的 害怕 困惑 担心 痛苦 走到一个新的阶段 走出一个崭新的新的生活 因为我们不再把注意力 放在药物 放在手术 放在治疗 我们把注意力放在 帮助身体 获得更好的条件 令到身体细胞健康的伸展 逐渐令到身体恢复健康 我们看到 在秋天 很多的树叶逐渐变得干枯 但树叶干枯 就代表像人体的皮肤一样 变得干燥起皱纹 起皱纹的皮肤可不可以修好了 不可能 治不好的 可是呢 就像那个树叶 干枯的树叶 怎么可能把它治好呢 难道你要爬到树上去 给这个树打一针吗 我想打几针也没用 树叶干枯了 树叶脱落了 治不好的 但是治不好就需要担心吗 不用 到了春天 阳光充沛的时候 衣水充沛的时候 土地肥沃的时候 新的树叶会长出来 不用治 而是让新的树叶长出来 这就是全新的医疗未来的方向 未来的方向 将不再把注意力 放在身体已经受损的部分 而是把注意力放在 如何让健康的组织 获得很好的身材 这里呢 我们也要把疾病分成两类 一类是急性病 一类是慢性病 急性病呢 需要的是医疗控制 控制 控制的意思是 不是让身体变好 而是让身体变坏的速度 得到控制 减慢 不会急激加剧 所以呢 如果你得到的 你受到的伤害 是属于急性病 那么你还是需要医疗的帮助 可是如果你受到的伤害 是由长期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外部生活环境不好 所累积成的慢性病 那么你需要的 就不是控制 所谓慢性病 本身的意思就是指 它已经是慢性的 不是需要控制的 而是需要修复的 那么我们就要把注意力放在 如何烂身体 去伸展健康的组织 假设我们使细胞获得健康 我们当然就能够使得组织 获得健康 如果我们能够使组织 获得健康 那么由组织相连接的器官 也就恢复正常 由器官相连接的系统 当然也就恢复正常 所以这里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那么如何使细胞获得健康 首先呢 细胞获得健康的关键呢 就是在于让细胞呢 具有帮助细胞伸展的主要的颜料 主要的颜材料 奥妙神奇的大自然 利用阳光 空气 水和植物 创造了无数的生物 包括人 那么这一些阳光 空气 水和植物 就是人的细胞 伸展所必须的条件 这些条件如果受到影响 那么人体细胞的健康就受到影响 打个比方 假设有一条河流 这条河流受到污染 那么在这条河流里面生长的鱼 就不可能获得健康 无论你是让那些鱼每天多运动 还是让这些鱼 这个心情好 都做不到 因为它生产在一个 不利于它健康的环境里 同样的 对人来讲 当我们考虑 如何让一个人 获得最佳的健康状态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 如何让一个人 获得最佳的健康条件 所谓条件 其实就是指阳光 空气 水和植物 如果阳光缺乏 水不干净 食物有问题 空气有问题 在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 这个人都一定会生病 因为这样的条件 不利于细胞生长 所以我时常跟很多的朋友 包括一些病人 和一些医生 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时常在讲 假设一个人 每天都在创造 各种不利于健康的条件 那么这个人 无论你用什么方式 去治疗他 他都一定会生病 而且会越病越重 可是假设 我们帮助这个人 把他健康所必须的 那些条件 改正了 调整过来 那么不管他生什么病 只要我们能够帮助身体 得到那些 有利于他的条件 那么身体就会不断地 进行修复和调整 那么不管他是生什么病 都有机会恢复健康 作为万物的精华 人 是从受精卵 逐渐地 变成一个胚胎 然后再变成一个婴儿 最后呢 变成一个儿童 然后变成一个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体自觉地利用了食物当中的养分 然后呢 展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根血管 每一滴血液 每一块骨头 你的身体具有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是以生俱来的 是千百万年的进化 留在你身体里面的 当你的身体 某个部位受到损伤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身体 是有能力把它修补好的 比如说 你每一天头发都会脱落一些 当你头发脱落的时候 你第二天还会再展出新的头发 位置非常准确 不会展到别的地方去 这是你的遗传里面 你的DNA里面 早就已经设计好的 但你的手上破皮 流血的时候 没有一个医生 真正能够帮助你 展出完好的皮肤 只有你的身体才可以做到 你的身体会自觉地 在你受伤的那一刻 迅速地帮助你血液凌结 形成一个止血的凌块 然后呢 在迅速地帮助你 展出一个疤痕 然后保护着下面的皮肤组织 避免感染 然后呢 在接下来 逐渐地展出完好的皮肤 使你最终呢 完全地恢复 其实这整个过程 都是由你的身体 自己来完成的 但是完成有一个条件 就是需要足够的材料 这个世界上 我不知道有谁 可以陪伴你一生 但是我相信 无论你遭遇的是困难 是怎么样的灾难 还是成就 都只有你的身体 可以陪伴你去面对 其他的人 只是在旁边参观 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 你的父母 未必都能够陪你一辈子 但是你的身体 一定会陪伴你一辈子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你的身体是真正爱你的人 别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你的身体一定是 你吃了沾东西 别人没有跟你一起吃 可是你的身体是真正帮你 应付沾东西的人 当你吃了东西 没办法被利用的时候 你的身体会想办法 把它吐出来 把它透过拉肚子拉掉 当你吃了太多的 很难利用的油脂的时候 你的身体会透过斩斗 把它排出皮肤外面 所以你的身体 时刻都在准备保卫你 我经常跟很多朋友讲 也许你会伤害你的身体 但是你的身体 它不会伤害你 因为它和你同在 任何时候都跟你同在 有什么灾难 有什么痛苦 它是跑不掉的 所以你要明白 无论你想对谁好 你都应该首先对自己好 假设你对自己不够好 你根本不可能 拿一个好的你 去给别人 如果你不是好的 当你爱上谁 你等于把一个赤品给别人 我经常讲 如果你的身体不好 你凭什么让别人爱你 因为它一辈子就娶一个你 结果娶回来 却是一个零件都已经坏掉的家伙 然后从此以后 他不是享受幸福 他要每天陪着一个坏机器 然后每天想着如何把它修好 我想如果你买了一个宝马 一买回来里面的零件就是坏的 你一定会很生气 可是我相信 很多人现在娶了个太太 嫁了一个老公 一嫁过去就发现 这个人一开始零件就是坏的 你说怎么可能是幸福呢 而且我要告诉各位一个小秘密 其实每一个动物 从本人上 都会季节跟有病的在一起 因为你会发觉 不管对方生的是不是传染病 只要是病 不管是高血压 是糖尿病 是癌症 你只要听说对方有病 你待在他身边 就会有一种不安 这其实是所有动物 保护自己的本能 因为呢 不管你有没有得传染病 只要你的身体是疲劳状态 是压力状态 是一种损伤状态 你一定很容易被病毒续境感染 也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 你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种传染炎 所以每一种动物 都会自觉地远离 有病的动物 我相信各位去看那些动物世界 都会发觉 很多有病的动物 都被整个群体抛弃 当然人类比较善良 舍不得抛弃那些有病的 可是你明白 表面上没有抛弃 但是本能上却不知不觉地疏远 所以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家庭之间很多的爱的关系 其实都是不知不觉 因为家庭成员的健康窗外出问题 然后成员彼此之间 就渐渐地拉开了一段距离 可能拉开这段距离的人 本身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实际上 他的根本因素就是这个因素 打个比方 你会发现 不管这个人 他的品行如何 个性如何 各方面的情况如何 假设这个人是非常健康的 皮肤非常的好 脸色非常的好 精神面貌非常的好 我跟你讲 你待在他身边 你无论如何都会觉得很舒服 对吗 而且只要一个人是健康的 这个人脾气就会比较好 然后呢 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比较好 这个人在面对问题 接受挑战的时候 心态也自然而然会比较好 可是一个人只要有病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生病的那种经验 一生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跟别人讲话就不耐烦 然后呢 做任何事情就变得急躁 就变得没有耐心 没有信心 其实你究竟是生病了 没有耐心 还是没有耐心之后生病 其实已经分不清楚 因为他是相连的 所以导过来讲 如果一个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 很简单 他一定要有非常良好的健康状态 假设他的健康状态出问题 他就经常在做事的时候 就会呈现出暴躁的脾气 然后就会呈现出急功近利的做法 然后就会呈现出对别人不够宽容 然后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就变得很难浓露 于是呢 就算他短时间内靠拼命 靠努力 靠庄赢 甚至靠行贿受费 以各种方法成功 但他都无法真正享受到成功的乐趣 他也无法维系成功的延续 所以讲到这里呢 我真的要赋予所有的人 其实我认为 解决健康问题 就解决了我们思维的清晰 也解决了我们反应的速度 也解决了我们判断的能力 也解决了我们的思考的能力 当你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做什么都会很顺利 可是如果你开始健康状态下降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做什么都会挺倒霉的 然后最后会弄到众叛清零 实际上呢 因为当你一开始出现健康状态的时候 你就很难以一种良好的心态 跟别人相处在一块 所以呢 我呼吁呢 所有的朋友 真正懂得爱惜自己 不管你是爱孩子 还是爱父母 还是爱你的亲人 你要爱谁之前 都请你好好爱自己 所谓好好爱自己 就是把最好的先给自己 很多人说 那不是太自私了吗 我想这个是思维上的错误 因为 如果你能够好好的爱自己 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有钱 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有好心情 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 你一定就越来越愿意把自己美好的东西奋献给别人 如果你不能够好好爱自己 那么你只能强迫别人接收你这个垃圾了 对吗 不管你对别人有多爱 你给别人的不是好东西 不管你对别人有多么多么大的愿望 你给别人的不是别人想要的 因为当你不健康的时候 你给不出多少好东西 对吗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来研究一下 如何让每一个人 透过身边的 能够得得到的一些材料 来令到我们获得最佳的健康状态 我们来看看 许多人的呼吸动作 很多的老年人爬这个楼梯 爬的时候他做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我们来仔细感受一下 吸到的气到哪呢 其实只到支气管和咽喉 没有到肺部 结果这个人发了很大的力气 在那喘气而不是呼吸 很多人哈哈哈哈几下就阴倒了 阴倒是什么原因 缺氧才会阴倒 对吧 所以呢 呼吸要尽可能反慢而生长 时常做这种呼吸 用鼻子吸气 用嘴巴吐气 大多数人呢 习惯紧闭着嘴 你注意一下 我听说有很多人 他有一些心理方面的疾病 这些心理疾病的人呢 多半呢都是容易生气 容易着急 容易烦躁 容易压抑 容易愤怒 容易紧张 对不对 OK 可是呢 我们来注意一下 一个人生气通常是做什么动作 这种动作 这种动作不信你自己做一下 当你一做生气的动作 奇怪你做的动作竟然是断气的动作 所以我经常讲 你生别人的气 你断气干什么 当你一断气 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心跳速度加快 心跳为什么加快 因为你缺氧 所以心跳不得不加快 加快才可以加速供氧 你血压为什么会升高 因为加速氧分的输送 所以 我注意到所有所谓的生理 这个心理疾病 所谓的心理疾病 无非是 忧郁 紧张 恐惧 愤怒 而这些所有的疾病的表现 就是 屏住呼吸 忧異 紧张 恐惧 所有的这些动作背后都有一个奇怪的动作 就是断气动作 难怪心理问题会造成疾病 原来所有有心理问题的人 都有一些固定的动作 就是时常停止了呼吸 令到身体吸进去的氧气 严重不足 同时呢 当他紧张的时候 他的肌肉收紧 肌肉收紧 肌肉一收紧 就加速了氧分的消耗 也加速了能量的消耗 而能量消耗的过程 又会把体内的氧气消耗掉 我看到很多人溺水 掉到水里 然后他就开始 啊 这种动作 实际上是加速他真正死亡的关键因素 一般来讲 掉到水里 只要你不挣扎 哪怕你只是紧闭的嘴 你要想沉到水里 根本不可能 所有会游泳的都有这个经验 当你嘴巴闭着 不挣扎的时候 实际上呢 你基本上可以保持一直浮在水面上 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轻轻拍打一下 露出来 吸一口气 然后再憋着飘 你完全不会沉入水里 可是只要你稍微一挣扎 体内一缺氧 比重立刻增大 马上就沉下去 所有意到的问题 都跟呼吸有关 只要你一憋气 你马上就容易犯错误 因为你容易愤怒 容易紧张 容易翻乱 只要你一深呼吸 你就会比较镇定 所以呢 我要邀请各位 你们要习惯 把嘴巴轻轻张开 各位不妨试试看 如果你把嘴巴张开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心情 你只要把嘴巴张开 你试试看 用张开嘴巴的方式生气 你沾着嘴巴生气 你发现很难做到 你只要嘴巴张开 根本没法生气 嘴巴张开 根本没办法表达 愤怒 优异 这是怎么都表达不清楚 这是一个密码 你会发现 动物世界里面 所有的动物 几乎嘴巴都是张开的 老虎在山上走路 嘴巴是张开的 大公鸡早上一起床 嘴巴张开 不停的鸣叫 从头叫到尾 即使是猫 也是从头到尾 不停的喵 即使是狗 也是从头到尾 把嘴巴伸出来 不停的做这些动作 你很少看到 其他的动物 把嘴巴闭上 鸟 全部都是张开的 所以各位呢 把嘴巴张开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 张开就会放松 臂上就会紧张 张开就会放松 臂上就会紧张 好了 这里讲到氧气 接下来要讲食物 这几个部分 都是许多人 制造疾病的一些习惯 习惯了紧张 习惯了 这个 让自己处于一种压力状态 现在讲影响健康的 另外一个要素食物 严格来讲 食物呢 是你身体细胞 每一个细胞 构成的材料 在营养学的那堂课里面 我有讲到 但我现在要讲的食物呢 是想告诉各位 你怎么样获取足够的能量 我认为 人体发生健康问题 主要有三大疾病 不是心脏病 也不是癌症 也不是糖尿病 真正的疾病有三类 第一类 就是能量不足 第二个 就是氧气不足 第三个 就是循环有问题 一个人 只要他还有氧气 这个人就不会死 各位你知道什么叫死亡吗 死亡叫断气 什么叫还活着吗 就是最后一口气还在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人只要还能呼吸 无论他有什么病 他都能活着 我记得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处理过一个严重的疾病 这个人是心脏病突发 然后呢 心跳高达两百多下 然后呢 这个 当时呢 周围的工作人员 立刻打电话 给马来西亚的这个医院 过来抢救 在医生还没有到达之前 他们先邀请我去处理这个问题 结果看到那个病人做这个动作 我心里在想 就算一个正常人做这个动作 恐怕心跳也会有两百多下 结果呢 那是一对母女 那个母亲呢 就一直在做这个动作 然后 他的女儿很紧张地看着他 然后呢 在医生还没有到来之前 我就把手伸到那个母亲的头上 轻轻地抚摸他 然后悄悄地跟他说 你轻轻地呼吸 然后把他僵硬的手指 把他打开 然后把他的手轻轻地拍打 把他的手放到后面 放松一下 然后告诉他 你轻轻地吸口气 他刚开始吸的时候是这样 我就跟他说不对 你要轻轻地吸 慢慢地吸 他就开始 但他深深地吸一口气之后 他立刻感觉到 他的心跳渐缓 我跟他讲 你的心跳 为什么会跳到两百多下 因为你不呼吸 你这样 你不呼吸 你的心跳不得不跳得这么快 也许那个病人那天真的送到医院 很可能会中途死亡 因为他一直做这个动作 最终一定会导致到他缺氧死亡 但是他只做了一个动作 深呼吸 就马上缓解 我叫他继续深呼吸 把手抖一抖 感觉没有事情 放松 只是放松 大概花了十分钟之后 他的心跳逐渐正常 脸色恢复 各位 你不信你自己做一个这个动作 看看你会不会心跳加快 我见到有另外一个病人 也是很典型 听说这个病人是88岁的一个老人 有一天上午早晨起来的时候 口腔里面突然之间卡了一口痰 然后马上打电话给120 结果医院来抢救的时候 没有带吸痰器 结果这个病人在途中就死亡了 从这个死亡的病例上看 口腔里卡了一口痰 那么造成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显然就是缺氧 可是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不是用嘴巴呼吸的呀 口腔被卡住痰 你的鼻子还能呼吸呀 那为什么会死呢 因为凡是口腔卡住痰的人 尤其是老人 他们会做这个动作 这种情况之下 口腔卡住的只是痰 而你的动作却卡住了呼吸 如果有人在旁边指导这个老人进行一下 深呼吸 那么这个人就有了力气可以吐糖 他就可以让整个脖子的肌肉放松 就有机会把痰吐出来 就算还没办法把痰吐出来 他还可以继续吸气 只要他有氧气 他就不会死 所以在医院的病床上很多死亡的病人 很可能真正导致死亡的原因 并不是那个疾病 而是病人的紧张 害怕所造成的错误的动作 这个动作自己断绝了自己的呼吸 缺氧是导致死亡的第一个关键因素 不管他生什么病 只要他还在呼吸就不会死 第二个导致死亡的原因 就是这个人缺少能量 什么叫做能量 就像一个手机 不管是多好的手机 没电就不能用了 对吧 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你的身体同样是由能量来支持身体运作的 你的心脏要蹦蹦蹦蹦一直跳 你的肝脏要解毒 你的肾脏要排毒 你的肺脏要呼吸 你的胃要消化 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有能量的支持 我经常讲 只要你还有能量 只要还有一点能量 你的心脏就还会跳 只要你心脏还在跳 你就不能算死了 所以第二大死亡因素 就是能量的孤节 可惜 这个死亡因素 恐怕连很多医学工作者都没有注意到 在医院 在医院 我私下里跟很多的医生交谈 他们都承认很多的病人很可能不是病死而是饿死的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来看在医院里面经常处理的一个标准程序 很多的病人到后期都是实意变得很差 尤其是癌症患者 做了化疗 犯疗之后 实意非常差 尤其是当检查出他是癌症 或者他是严重的某个难以治疗的疾病的时候 这个病人由于紧张 由于害怕 由于他的身体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压力 这个人就身体氧气的消耗速度加快 也就造成这个人能量的施放速度减慢 也就造成这个人在能量不足的情况下 他的消化食物的能力下降 于是这个人的食欲变得很差 结果呢 我们有很多可爱的医生 就给病人输液 输什么呢 输葡萄糖 天哪 这个动作在现在的很多的医院里面 是一个习惯的动作 可是这个动作所存在的风险 是很多人没有去注意到的 除了输液 会给血管造成压力 除了输液 会使身体的液体的这个容量 突然之间上升 而给心脏带来负担之外 输液所造成的最大的危害 就是在输入葡萄糖之后 所产生的整个恶性循环 首先输入了葡萄糖 人有一个器官是特别喜欢痰的 这个器官就是我们的大脑 当你输入葡萄糖的时候 你的大脑会变得非常清醒 各位 一个病人 他最需要的是休息和修复 可是呢 大脑清醒 是没办法休息和修复的 假设在座的朋友 你今天晚上回家 你很累 躺在船上想要睡觉 结果你的大脑非常清醒 各位 你这个晚上能不能睡好啊 肯定就不行了 因为 只要大脑清醒 大脑是身上消耗能量 最大的一个器官 当病人躺在病床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 可干的时候 偏偏 我们采用了一个方式 把他的大脑弄得很清醒 在他最需要休息 最需要睡着的时候 应用的方式 却令到他头脑非常清醒 而头脑一清醒 身体的修复过程就会中断 身体没有办法一边工作 一边修补的 必须是在休息的状态下 睡眠的状态下 才能进行修补 可是呢 头脑清醒 对很多的病人家属 甚至病人来讲 是他们最喜欢的 因为他们认为头脑清醒 就代表这个人还活着 就代表医疗的水平 还是不错的 所以医生被误导 病人也被误导 实际上病人在那一个过程当中 最好是分泌在那 最好是能够好好地睡着 最好是不清醒 才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修补 才可以减少身体能量的流失 注射葡萄痰所造成的另外一个危害就是 当葡萄痰注射下去 大脑得到痰之后 大脑自己吃饱了 就不再分闭饥饿信号 于是这个人的食欲就更差 当这个人没有继续补充其他的养分的时候 身体拿什么材料来提高免疫力 拿什么养分来帮助身体把毒素排出去 拿什么养分来帮助维持能量 拿什么养分来修补身体受损的部位 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天一天下去 这个人的伤害 这个人的伤害就会一天一天增加 不要说这个人有病 没病的人如果联系几天都睡不着 联系几天养分无法供应 不是一样病死 对吗 所以呢 我认为呢 这个程序是很不应该的 其实呢 除非抢救 对于慢性病人 我认为最重要的 是改变他的饮食结构 当病人食欲下降的时候 不是代表说这个人可以不吃东西 而是代表这个人消化食物的能力减弱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需要的就不是提供给病人食物 而是提供给病人容易消化和吸收的食物 什么是容易消化和吸收的食物呢 我们来看看消化系统的工作 牙齿把食物搅烂 以利于胃的消化 胃把食物不断不断的搅拌 以利于肠道的吸收 各位 胃的搅拌过程 一般来讲消化肉类大概要四个小时 这是一个消耗能量很大的一个过程 如果一个搅拌机连续的半个小时都在转 很可能这个发动机就烧坏了 可是你的胃要连续的搅拌四个小时 消耗的能量有多大 你知道吗 在一个人生病的状态之下 他的胃就没办法工作 所以每个人只要一生病 死亿就会下降 所谓死亿下降 严格来讲是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所引起的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想办法找一个搅拌机 把你选择的均衡的食物 把它放到搅拌机里搅拌 搅拌到很细很细 相当于你的牙齿咬过的 相当于你的胃 这个不停的蠕动搅拌过的 这样的话 你喝进去的那一个营养配偿 就不再需要大量的能量来消化 就很容易被吸收和利用 所以对那一些病人来讲 不是给他输入葡萄糖 也不是任由他的食欲下降放在那等待 而是给予一些留职的 养分又非常均衡的 又特别容易被消化吸收利用的食物组成 来提供给病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